安以轩嫁入豪门六年 生下一儿一女 原本幸福美满 可老公却突然被抓 一审被判 接近十四年 豪门生活还没享受够 就要变成一托二的单亲妈妈 安以轩这桩买卖到底值不值 2017年 安以轩和相恋三年的 百姨富豪陈荣恋举办婚礼 宣誓时 安以轩豪言壮语 如今看来倒是一语成衬了 安以轩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 如今提起安以轩 大家想到的是她的婚姻 她的影视角色 却很少有人了解她的真实性格 那是因为她接受的采访很少 也没有给自己树立人设 大众也很少知道 其实安以轩还是一个富三代 奶奶有钱 爷爷有事 父亲则经营着当地最大的保安公司 人脉极广 就连吴宗宪出了事 都要找安以轩爸爸求救 作为家里的长女 安爸爸对安以轩严格管教 安以轩的性格偏偏很倔强 父女之间的关系并不好 一方面安以轩畏惧父亲 一方面她又不甘心做一个乖乖女 而进入娱乐圈演戏 也是她的一种反抗 细数下来 安以轩的演艺生涯走得顺遂 靠着出色的外表和善良有神的眼睛 安以轩不仅在台湾出名 还靠着《仙剑奇侠传》 在内地以一炮而红 也是靠着这部剧 安以轩的事业重心转移到了内地 接下《大汉天子三》 《倚天屠龙记》 《下一站幸福》等热播剧 虽然事业上处处开花 然而感情上却处处受挫 靠着在圈内的地位还有性格 安以轩组了一个姐妹团 其中就包括陈乔恩 刘品妍 因为长期在内地拍戏 她跟汪小飞也是老朋友 在安以轩组织的聚会上 大S和汪小飞迅速相识相爱结婚 而网上也传出了 安以轩被横刀夺爱的消息 从那之后 安以轩跟两个人的关系确实疏远了 2010年左右 安以轩和李晨月合作拍戏 一向不和男演员谈恋爱的安以轩 态度开始松动 两个人的恋情也成了圈内公开的秘密 但是最终他们没能走到一起 安以轩对于恋爱很谨慎 甚至有些严苛 她必须先确认对方喜欢她 她才会考虑接不接受 而陈荣恋就是她选择的人 陈荣恋是真正的草根出身 两个人在2013年相识 陈荣恋整整追了三年 才让安以轩松口接受这段感情 两个人又在恋爱两年后 才走进结婚殿堂 安以轩自信满满 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 可她怎么都想不到 这段婚姻最大的危机 居然是丈夫陈荣恋 甚至更没想到 丈夫会被捕入狱 从被受宠爱的豪门少奶奶 到被贴上豪门梦碎 欲人不输的标签 安以轩始终没有回应 拥有倔强性格的她 在大众面前哭哭啼啼 博求同情 不是安以轩的风格 这场豪门梦碎 安以轩会做出何种选择来应对 我们不得而知 可踏踏实实做人 做好自己本分的事 或许才是最真实踏实的生活